色彩其中之一就是捕色 那我们在色轮里面有三个原色 红蓝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红蓝黄 都是它基本的原色 那蓝黄跟红 它三个组成的其中之一 任两色组在一起的 它就是它的捕色 我们看到的橘色跟蓝色 这个是橘色 这个跟蓝色 橘色跟蓝色它之间就是捕色 如果饱和度很高的时候 虽然它们看起来明度很暗 可是它们会看起来对比非常高 可以看到绿色跟红色它也是捕色 所以红蓝黄三种的颜色 你把它搭在一起 它其实它就有很多种变化 因此色彩它充满了一个对比性 就会变拉高 当我们远远看这幅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云很厚 它所遮到的光线非常扎实 而明度的差异 当然也是其中 所以明度跟色彩的搭配以后 它的互大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强烈的光线 从这里渗透出来 而产生它不同的补色的关系 使得我们会觉得说 而它的颜色的变化 产生了一个暗示性的非常强烈的光线 我们通常画画有一个习惯 就会把白来代表它的光线 其实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白虽然它有延伸出去 但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才是最主要它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在做画的时候 把白色搭在我们光线的最外围 好比这个云朵 我们是先上了一个灰灰的以后 才用白色去带出来 可是我们愿意愿意地看 会觉得它是一个反光 也就是说光线撞击到云朵的下方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反射光 这就是色彩它的运用的一个方式